各位兄弟兄姊妹早晨,我是陳小玲傳道。 今早我和大家分享詩篇第72篇的內容。 這首是一篇君王詩《加冕詩》。 在王登基時,在宗教場合中所唱頌的詩歌, 君王統治與宗教的聖禮結合,強化了君權神秀的神聖。 全國上下向君王祝討,並祝願君王能夠秉公行義, 以正直公義審判子民和治理國家。 這是王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,提醒百姓要常常為君王祈禱守望。 亦是每一位以色列百姓的責任。 以色列人的觀念,君王是神簡選的人, 賦予與統治百姓的權兵。 君王的方針和作為, 期望百姓都效法。 在《加冕禮》中唱頌詩歌《祝賀君王》。 十五節上說,他們要存活, 即是願祂萬壽無疆。 十六節提到所結的谷實要響動。 原文,響動可以解作《富饒》。 整句表示五谷要像黎巴嫩的香柏木一樣謀成。 而在地上如何去歌頌這位君王, 必然投射到神的身上。 對王的尊敬和期盼, 正正是顯示人對神的尊崇和渴求。 以色列人在宗教場合,以帝王的詩歌來教導以色列文, 透過對王的景仰來尊敬背後的耶和華。 在這首詩最後的部分,以榮耀眾來尊贊神作結束。 君王詩的主要特色是以王的角度, 環繞著王來描述。 包括對王的期望和尊崇, 又以不同的表達來描述王的身份。 例如, 詩篇有一篇第一節提到的王。 八十九篇第五十一節提到的神的伯仁。 而這一篇就以王的兒子來稱呼。 這首詩歌提著是所羅門的詩。 在希伯來文裡沒有詩這個詩, 因此被認為是大衛王為兒子所羅門寫的詩。 綜合來說,這首詩篇為將要登位的君王向神求兩件事。 第一,在一到七節和十二到十四節所說的, 求神將公義賜給王。 行公義、憐憫貧窮人, 是神對以色列子民的吩咐, 是上古君王的責任。 祂要公穩地審判國民, 才能保障窮人, 使國家安定。 第三節的大山小山, 代表全地。 詩人表明, 全地都要結出公義和公正的果子。 百姓得享平安。 第五到七節, 是祝願君王蒙神赤福。 願祂的日子, 好像太陽一樣長久, 好像月亮世世代代永無窮盡, 好像雨水降在已割的草木草地上。 好像金林滋潤大地, 洗青草長得茂盛, 從而在祂在位的日子, 公義必興盛, 和平必發揚。 詩人在第十二到十四節, 再次強調, 作為君王, 必須要幫助貧窮的國民, 拯救百姓脫離欺壓和強暴。 第二部分, 是要為將要登位的君王, 向神求, 洗王統治全地。 在百到十一節。 第八節, 從這海直到那海, 是指全世界。 大河是指有法拉底河。 巴比倫人認為有法拉底河位於地的中央, 故此從大河直到地極, 即是包括整個地球在內。 第九節, 住在曠野的, 原來是指野獸, 這裏是代表敵人。 填土, 即是苦福在地。 第十節, 他斯和海島, 代表巴拉斯坦西面各國。 士巴位於阿拉伯半島南端, 即是今日的也門國。 西巴是非洲的殖民地, 私人求神讓君王掌管全地, 洗各國諸侯, 諸君都成為王的神埔, 向王進攻和苦福, 好一幅角力鼎盛的場景。 王是國家的領袖, 無論百姓和宗教人士對王都有期望。 《生命記》十七章十四到二十節, 更加講明, 王登基的時候要抄寫律法書, 傳在王的手裡, 平生中讀, 好學習敬畏耶和華, 遵行律法書, 為百姓謀幸福。 我們一起祈禱。 慈愛的天父, 感謝你藉著詩篇七十二篇, 讓我們看到, 作為全地的主, 天國的君王。 你在地上設立各國的領袖, 是要地上的各國君王, 代表你的權能去治理各地。 要像你那樣在全地行公義、 好憐憫去關心貧窮人。 祈求你, 使教會高舉你這位天國君王的權兵, 實踐你教導的真理, 藉著行公義、好憐憫作地區的登台。 為主發光, 並且照天父的心懷, 為執政掌權者祈禱。 願他們能按聖經真理去治理國家, 醫治種族傷痕, 只識各與各的衝突, 使我們能夠競權端正的一個平穩、 寧靜的生活。 也都期盼神的國降臨在未信耶穌的人的心裡, 使更多人得著耶穌基督的福音, 行在神的旨意當中, 得著喜樂平安的身生。 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。 阿門。